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下個環節 我們請到陳顯俊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學師大加上資訊科技的應用方面 特別在閱讀科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陳顯俊老師是很有經驗的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童工 是上過他一些教iPad的workshop 他是Echo Distinguished Educator 也在他的學生女書院 這幾年都不斷地推出資訊科技 在中文科裡面的應用 我們現在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陳顯俊老師 謝謝Betty 各位老師,很感謝翻轉教學協會 邀請我來講這個話題 因為Suppose在座也是中文老師 不如我們繼續用普通話的國語合法 今天邀請我來講 其實他是希望我講閱讀 然後也希望去聽一聽學士大在香港有沒有一些例子 我在之前很多的分享裡面 我都主要講平板電腦 我關於學士大我只是輕輕一碰我就走了 所以今天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講學士大 然後還要用上這麼一個新的話題 那還有一點就是因為 剛剛大家中文科老師都感受到了 基本上學士大的課堂 老師其實不會一直講東西的 所以其實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50分鐘一直都在講話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什麼講得不好的 請各位老師見諒 那開始了 今天我要講的是 關於怎麼樣去結合平板電腦和學士大 那大家剛剛如果之前看過影片的話 剛剛聽到吳老師所講的 其實學士大是最近兩三年的事情 但我們學校的處理狀況是 我們在六年前就已經開始平板電腦了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我並不是先用學士大 我是面對平板電腦進入我的中文課堂裡面 我要去處理很多的問題 那我先後聽過翻轉聽過學士大 再加上我學校的本質 所以我就注意到其實要用的話 還是有一些有機的結合的 所以今天的分享大概一個多鐘頭 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一個簡單的背景 就是我為什麼會碰到平板電腦 還有我面對平板電腦我怎麼樣這樣翻轉 第二個就是我怎麼樣遇上學士大 第三個就是我現在怎麼樣把兩者結合起來 我現在的課堂是怎麼樣去處理的 會分為這三個部分 我來不及印東西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老師 如果你需要拿到我這個Keynote的話 請各位現在掃一下那個二維碼 我的東西都在上面 大家等一下就不用一直在拍了 好的 先給各位兩分鐘時間 謝謝 我們去做學士大的 或者我們去做翻轉的 我們相信一點就是不要 不要讓同學在課堂上一直抄一直抄 因為抄就是一個比較低階的 沒有說低階不好 只是當我們要處理高階的東西的時候 那些低階的東西就不應該在這麼珍貴的課堂時間用 這是我們的相信的東西 而且呢 因為今天早上 吳老師的演講十分精彩 讓我想到突然間很多 我們做學士大 就是我們馬上收到老師的一些回饋之後 我們現在很想回應 所以我們預設的 甚至是我們預設的講義 可能都來不及馬上用 所以我們會急著要去回應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的話 我可以很放心的一下脫稿 就是不按這個來講了 那我們再多等個兩三分鐘 好不好 謝謝哥老師 好的 我們開始 我們學校是2011年開始有平板電腦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 我們2011年開始有WiFi 2012年開始有平板電腦 也就是說我可能現在 如果學校是WiFi900的話 可能我們學校是比你處於五年前的階段 所以我很多做法 其實是經歷過這五年的沉澱 我也希望等一下我做的一些簡單的分享 能夠符合不論是WiFi100的900的 還是你只是剛剛一開始去進入這個狀態的 老師的情境 那是2012年 那個時候我拿到平板電腦之後 我很興奮 因為我本來有智能手機 拿到一個平板電腦 什麼比這個更好呢 所以我就馬上開始去想 究竟平板電腦能做到什麼作用 在中文科 尤其是在中文科 那所以第一點是我馬上想到的就是 行啊 那它就是我們學校的電腦了 我以前哪一台弄波都嫌煩 那現在我有平板電腦 就太方便了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我在電腦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一下子搬到這個平板電腦裡頭 所以各位中文老師 我一開始的做法 可能很粗糙 但是現在回想呢 其實也是必經的一步 就是我把我的課本放到PDM 然後放到平板電腦裡邊 那我就不用拿書了 我也不用拿太多的東西了 然後呢 跟PDM類似的就是一些所謂的apps 我們很羡慕其他數理科 他們有元素周期表 有很多畫圖的工具 然後呢他們拿到iPad 按一個apps呢 就是他們要上課的內容 我很羡慕 然後我就去找啊 中文科究竟有沒有 比方說我中二要交的是右邊的話題 各位老師可能交中學二年級呢 也會碰到 我就想啊 什麼的工具可以幫到我用 那個時候呢 香港的博物館呢 去做一個峰子凱的展覽 我相信各位老師還有印象 然後呢 就出了一個app 就是峰子凱的app 結果我很高興啊 就拿到app來用了 然後就發現我只能交峰子凱了 因為沒有第二個作家了 那所以呢 很快就會發現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這一類先apps後活動 其實在可持續發展上面是有困難的 我們今天有峰子凱 那一次沈從文怎麼辦 魯迅怎麼辦 詹愛玲怎麼辦 我們總不能無止境 要求我們的書版社 為我們不同的話題做不同的apps吧 對不對 那我們應該怎麼走 那我就回想啊 我的電腦其實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作用 我的電腦除了是一個儲存器之外 它也是我們的課業的處理器 也就是說我們不一定要拿著平板電腦去閱讀材料 然後回到我們的工作址上面 他拿著平板電腦 本身就應該已經能夠完成我們的課業 這是我很快就馬上會碰到的一個反思 就是平板電腦它應該是直接處理作業的一個工具 而不僅僅是一個屏幕而已 那所以呢 我就去重新再想一想究竟一個平板電腦 它作為一個學習材料的處理器 它應該產生什麼樣的作用 那在課堂裡面最主要的教學活動 就兩大類 一個是教學 一個是評估 那所以呢 我就去 出席很多的seminar 設置定很多國外的做法 然後呢就 就有一些 我們去分析去整理的時候呢 iPad作為教學工具 出現在老師面前 它其實是開始有一些作用的 我相信各位老師如果有機會在你們的學校 觀其他科目的老師的課 你也可能會留意到 學生好像很活躍啊 老師好像教得很順利等等等等 螢光幕上面這個表呢 我們嘗試去分析 平板電腦進入教師的好處 但這一個只是其中一部分 剛剛吳老師說 我們要從學生的角度去看問題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發現 其實學生拿到平板電腦上課 他們是很興奮的 別管他們為什麼興奮 也別管他的興奮 與我們中文科有關無關 他上課拿到平板電腦就是興奮 那所以 我們是不是能夠把這種興奮 中文化呢 他的興奮 不僅僅是拿到平板電腦的這種fancy 而是在中文課上面 獲得的課堂的滿足感 而感到興奮了 有很多老師問我 陳老師 我的iPad進了課堂之後 同學感到很fancy 但是很快這種fancy 這種熱情就消失了 為什麼 怎麼辦 我說他感到fancy是很正常的 很多同學連自己的平板電腦都沒有 他就已經有一台來自學校的平板電腦啊 但是很快就會消失 因為他知道怎麼玩 而且他發現老師好像玩的沒有那麼熟 而且老師不讓他玩 我用玩這個字好 其實我不應該用玩這個字 那我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把握到這段的蜜月期 讓他知道這台平板電腦給他的 不僅僅是這種刺激 而且是在學習上面 他能夠獲得他以前沒有的滿足感 而當這種蜜月期過去之後 他的滿足感會繼續延伸出現在你的課堂裡面 我是這樣想的 而且我這樣做到了 平板電腦作為一種教學工具 無論是學習還是評估 他能夠做到的 其實他平板電腦 他作為一個機器 他就那麼多 他做起來不是讓我們老師在課堂上面用啊 我們都有一個誤覺 就是蘋果是為了我們老師出平板電腦的 其實不是 正如他不是為了我一個人做一台智能手機 是我怎麼樣去用這台智能手機 讓我所用 所以我們要想的是這個平板電腦怎麼樣為己所用 所以就會出現一大堆的apps 這些apps可能跟你有關 可能跟你無關 但我相信你的學生會碰到過 因為他不僅是上你的課 而且也上數學課 英文課 數理化課的課 他會用 是我們不會 所以有的教師工作方就教老師怎麼樣用apps 我覺得很好 然後關鍵是在於 你會了之後請你允許你的學生用 你大概知道是什麼呢 老師不一定很熟悉 但是你讓他用 學生要做presentation 你以前要收powerpoint的檔案 現在他發一條google link給你 給你應該可以吧 你讓他用 可能空間就出來了 也不要把自己綁得很死 OK 那另外一點就是他作為一個評估工具 我大概能夠做到一些這樣的好處吧 這是我從其他學科學來的 不是中文科的東西 但是我認為 無論是什麼科目 我們其實也是只是處理教學問題 跟什麼科目無關的 數學科要面對的 中文科也可能要面對 所以可以給數學科解難的 也可能能夠給中文科解難的 學習動機 這不是科目的問題吧 學生不做作業 這不是科目的問題吧 所以呢不要將太多的包袱 放在中文兩個字身上 可能不是中文的問題 那看一看其他老師怎麼處理 那我做這些用平板電腦去做活動 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我就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個講課的老師 我一直滿堂慣了 我07年開始教書 我就講了四五年課了 然後突然之間有平板電腦來要我用 所以我要進行課堂活動了 大家想得到了嗎 很大的大家要碰到的情況 就是我沒時間 我一節課就只有五十分鐘 借iPad還iPad 沒了十分鐘 四十分鐘 給你這樣玩還得了 所以呢 我要有時間講課 我要去解決的是 他們做活動 那什麼時候聽老師講課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以前我都可以 不管他怎麼樣去做作業 不用去做活動 現在我要管 他什麼時候聽課 那所以呢 我就從真光的夏老師呢 就聽到這樣一個 把教學調整一下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以前 中文課 尤其是很早很早以前 我們是白天去聽老師講課 晚上做作業 對吧 我現在也有 當然也有 那每一天都是這樣 我要想的是 既然我只能在講課和做作業 兩者選一 那我就要去用教案的方法去調整 微調 這個微調方式呢 就是把整個學習階段 往前移半天 我這樣去調整我的教案 該有的元素還有 只不過是他本來在家中完成的作業 我請他往前移半天 我請他往前移半天 半到課堂上去做 然後要聽課的部分 如果技術上允許的話 我就讓他們在家裡邊完成 對於學生而言 這對他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他也是要做中文科的東西 只不過以前是做上一節課的東西 現在是做下一節課的東西 對於學生而言 他還是同樣要給我半個鐘頭 比如說 那這樣的話 我課堂做iPad就有可能了 那所以呢 如果用一個教案來呈現的話呢 以前就是引入啊 然後老師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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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之後 下課之前問同學們有問題嗎 然後趕著下課都沒有問題 然後回家做作業吧 那如果我們把教案 我們的理解是把教案往前移半天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階段往前移半天啊 大家都繼續要寫教案 我只是把同樣要做的事情 把它用科技的方法回家做 然後課堂上做本來 課堂要回家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認為我的教案 應該這樣處理 那時間一年之後到了2013年 一年過後 我覺得我要開始去調整了 那中 我還是教中二 但是我教了兩班中二 各位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一個級別 教兩個班 請繼續使手 好的 這些老師值得我們羨慕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課主任一直編排我教中二 他讓我 陳老師你來試吧 那我說我要繼續教中二 我要教兩個中二 然後他說可以啊 沒問題啊讓你做 那結果呢有很大的發揮 等一下說好 我第一個做的話題呢是文言人稱代詞 中二 那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要讓他們先回家做作業 對他們來說是回家做作業 對我來說是回家先預習 我不會讓他們做的事 於是這個詞語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到現在是在爆料不爆料 所以如果覺得如果各位老師覺得這個概念是很堅尼地的話 我只是問各位老師一個問題 你用不用學生預習 你還要不要學生預習 如果你說 如果各位老師說 他回家一個鐘頭都沒有 我有時候像這樣啊 九點鐘才回到家做訓練做什麼做彩排 九點鐘才回家 他根本就沒有時間 好 那就是不是我們作業的問題 他本來就沒有一個小時留給中文科 你給他作業他也不會做 那就是特事特辦了 對不對 所以我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你還要不要他做預習 然後你要他做預習 你怎麼跟進 而且你聽到剛剛有人講到學思達 其實我覺得無論是翻轉也好 學思達也好 他有一個很強的要求 等一下我可以說是 預習材料要符合學生的水平 剛剛吳老師不是講到嗎 我們給他的材料他應付不了 他才不預習啊 對不對 所以老師看到學生那些講義上面都不寫東西 有的部分是他懶 有的部分是他覺得應付不了啊 所以我們可能要講啊 那我們的學思達給我的其中一個啟示 就是我們的預習材料 要符合他自己一個人獨立支撐的一個過程啊 那所以他看課本肯定是不懂的 文言人稱代詞 他看課本我不估計他懂 所以我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開始做影片了 夏老師介紹我們做影片 我就試一下吧 無妨 反正不用錢 對 他是聲稱 就是他沒有特別的用途 一般都活動的 但是想對而言呢 旁邊的這一間 你會發現 他可能好像說了幾句話 這個影片呢 是課本上沒有的 課本上就只有 第一人稱是什麼 第二人稱是什麼 第三人稱是什麼 第三人就沒有 如果大家有老師教的話 可能課本上也遇到這個問題 他教完這個就不講了 所以我必須要給他完整的資料 那這個我相信如果我告訴你 這個影片只是十分鐘 十分鐘 十三四歲的應該能應付吧 對嗎 你也不要講太長 等一下我會說怎麼樣 不要講太長 關鍵在於我不是說了嗎 他們預習不是為了完成就算 是回來有問題要應付的 所以我給他這麼一個問題啊 我問他就是文言人稱的第三人稱 代詞的禁稱是什麼 第一人稱有通稱 謙稱 有通稱忍稱 第二人稱有通稱和敬稱 我問他 第三人稱 除了通稱 那麼他的敬稱是什麼 那麼他們就想了 想呢 就扒爆頭 想問問都未必找到的 那麼第三人稱呢 我的學生就上課談問題 就開始上課去討論了 我問題已經給他們了 然後他們有的部分就發現出來了 第三人稱是不用敬聲的 直接稱呼他的字 然後有同學 月飛就飛了 不不不 彭舉不是飛 彭舉說什麼 或稱呼官名 那就引申出很多 以前只看課本 處理不了的問題了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放給他們 有日期為證 2013年的9月13號 是剛剛開學的時候 然後大家留意到了嗎 我是給一個級別 因為我要試一下可行不可行 我手上有兩個班 兩個班比較 一個比較乖 一個比較調皮 這個是比較調皮的班 都能用 然後呢我就覺得 這個能用了 那我就去想怎麼樣找影片 然後我就發現 我在發音 ETV有用了 各位老師如果你看一下 你還記得吧 以前ETV還有官方作業吧 不用自己找吧 那這是中文課其中一版 他一百七十多條影片 十幾分鐘 比我們講課還精彩啊 抱歉 比我們這樣講 他足以及視聽之餘 幸可樂也 對吧 那我把這個發給我 中文課所有老師 中午教韓飛 如道末法這樣教啊 要教韓飛啊 我們教韓飛無鬥 很難吧 講得口水都乾了吧 然後我回到他去 我沒有了解 因為我已經教玩了 我用我的方法教玩了 他有一個同學來告訴我 Andy 很好啊 你的影片 我不是我的 ETV用二十萬一集去拍的 納稅人的錢來的 他說 韓飛剛用啊 你知道這條影片 給六年級看的 各位小學老師 六年級而已 我覺得給中五看都沒問題 六年級啊 看到嗎 小六至中三 莊子 蝴蝶夢 初步認識莊子思想 講莊州 戰國時期 流傳至今莊子 各位老師 我不需要你們拍片的 有的嘛 ETV 為何不用啊 還有啊 ETV一批是餘到木發而已 之前一大部分是作文重點來的嘛 那些什麼描寫文啊 多感官啊 論據啊 審題 喂 各位老師用啦 我們給了錢納稅的嘛 所以呢 我就請同事用 他們都覺得OK 因為有工作紙回答 那我剛才不是說的 Flip不是日夜顛倒 是將個教案 退早半天嘛 你沒理由上課 現在還推介電視機進去播ETV的 上課播都未必會 回家看 然後上課就去傾作文 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各位老師 Flip不是為數學科服務 Flip是為了學生學習服務 這一點呢 我覺得各位老師不妨參考一下 我到現在都不說平板電腦 因為平板電腦 不是一個最核心的部分 是學生學習效能 是我們最核心的部分 還有啊 我不是跟你說我的女兒 我的學生現在 就剛剛昨天才有一個 到七點半到九點半才有一個 我們學校自己辦的表演 我們學生最近這段階段 體育也好音樂也好 都走開了吧 那你會跟他們補課嗎 我用了這個方法 我就不用了 讓他們先看資料 無論是文字資料還是多媒體的資料 然後學斯達馬 同學講過都有印象吧 他們自己去補充 不會的再來找我就可以了 解決了很多老師的問題 尤其是老師 是不是能夠重複講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反過來說 如果你們講的都是跟 課堂上一模一樣 你要重複又重複 那我不如錄起來吧 所以為什麼我要跟科主任爭取 我要教兩個班 我一個講完 第二個就可以不用講了 不是很好嗎 今年講完 下一年就不用講 ETV可以 文言基礎可以 那文言基礎 在中文課屬於什麼類別呢 是語文基礎知識的類別 所以我就嘗試 當同學進入這個討論 看影片的狀態 其實不要說看影片 預習的狀態 我們要他預習 我們跟進他的預習 那下一步就是 我要去做平板電腦作業了 那所以各位老師 這是2013年10月11號 這條影片句子成份 主衛兵補定狀 我本來不想錄的 我想找的 但我找不到 YouTube里面 竟然沒有教主衛兵補定狀的影片 各位老師 2013年 我不經意的把影片扔到YouTube上面 因為我沒有地方儲存 我把它放在YouTube給學生 我因為我沒有在教中二了嘛 我就走了 就繼續教其他級別 為了這個演講 我重新再準備把這條影片找出來 四千條了 以四千個人看 就是說網絡資源是很充足的 老師要做的事情 花一點時間 要不就自己去找 要不就自己去看 看完之後看看能用不能用 用完之後 把它拿進來之後 就可以做頭一回 我相信一個成員 易老容易 一勞 永逸 勞一勞 就應該短時間之內 都不需要再做了 你要補充 你就上課再補充 二十幾分鐘 知識不會改 即知識會補充 會更新 但是知識不會錯的 那你九大行星 你八大行星 就不能說了 所以我認為是workout 我認為是有用的 那所以下一個要探討的 就是貝克材料怎麼設計 無論是學斯達的文字 還是翻轉的影片 其實也是講求 這個材料是學生能夠自己 在家裏面應付的 他應付不了才要問 但是是第二天上課的事情 中文課比較好 一天每一天都有課 最多隔一天有課 就不像國外 國外是一個禮拜才有一節課 那太慘了 我們是每天都看 所以有的老師就說 我不翻轉行不行 行啊我也不可能每一天都翻 不要玩了 哪有那麼多時間 就挑一些你要重複講的 你就講 你一個計較兩個班 你現在不做更待何時呢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的 第二是你要補充學生很多的資料 那剛剛這張投影篇 吳老師投影篇 很抱歉我拿來用了 這個呢我們要求學生 在課堂上去做表達 這前提是我們要給他們空間啊 那無論是吳老師 從任何道理聽出來的 都要求把時間還給學生 我的個人經驗是 我讀對外漢語 我自己讀過對外漢語 就教外國人中文 我教外國人 我學教外國人中文 我沒有教過 各位 我的碩士論文導師 北京元道的馮為江教授 他在我時教的時候 他罵得我很厲害的 他說 你講那麼多做什麼呢 你表現普通話表現得很標準 你講得很漂亮 聲情並茂 你講得很漂亮的普通話 但是你不讓學生去講 那他怎麼能學得會呢 所以是他們真的練才能成功 這一點我從那一刻開始相信的 經講多練是我一直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我相信的一點 老師可以講得多 可以講得少 但是要經講 不要佔太多時間 把時間還給他們 他們只要能講出來 他們才真正學會 經講多練在內地 應該也是一個主流 各位老師不妨留意一下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的話 你就想一想 我們會講 那學生如果沒有時間 讓他講的話 他是不會的 我是相信這一點 尤其是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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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講多練 是我所相信的 那我的老師講下去 什麼叫做經講 就是只講重點和講難點 其他別講了 讓他們從實踐中 去找出他們會的和不會的 他找到錯誤 我們再去調整吧 所以講重點和講難點 所以各位老師能夠想到 剛剛的主衛兵補丁狀 我沒有把很多的細節講出來 主衛兵加病句就15分鐘而已 就是因為我只講重點和講難點 其他的他們從錯誤中找出來 然後我在課堂上再補充 那個時候同學聽了進去吧 聽了進去吧 Learn from errors 我相信這一點 我相信這一點 那所以同學就做MC啊 然後我就可以 大家 老師不會再講第二題了吧 綠色的是對的 紅色是錯的 MC而已 那我就直接看八九十啊 八九十是問兵語 有一些題目呢很複雜 是那些什麼存線句的 那些很深的語法點 那我就去講啊 那所以從這一點開始 我去想語文基礎知識如是 那剛剛你的ETV告訴我們呢 其他的中文知識也能這樣處理 包括寫作手法啊 單元重點啊 因為從現在由高小到初中 應該還是以寫作手法 作為單元重點去組織吧 那所以你要講單元重點 無論是剛剛吳老師 所講的寫作 還是閱讀 還是什麼的 你都可以這樣去做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篇章教學怎麼辦 Speech Day之前 我有兩節課 一百分鐘的時間不在 那我要去教荷塘月色 我嘗試用這個方法去教荷塘月色 但是呢是一個很大的失敗 他們聽進去了 他們做作業了 他們對於文章 沒有一個整體的理解 因為文章理解跟數學的數 那些題目是不同的處理 中文是一個賞息的過程 這個賞息的過程 我們很重視學生和老師的互動 我們相信我們要看學生的反應 他理解到哪個程度 他哪裡不對 我們去補充去調整去引導 這不是一個碎片化的影片可以處理的 而且相信一點 他哪怕知道 他只是知道荷塘月色第二段講什麼內容 他對於這篇文章是沒有感覺的 我們都認為對著機器沒有感覺沒有溫度 所以課堂上面我覺得這個是不可以的 但那個時候我不敢放棄 我覺得白話文不可以 那我就試一試文言文可以不可以 那於是呢我就去做《桃花園記》 他口著口著用望入遠近 他望入的遠和近 遠近在這裡呢其實表面上可以解遠距離和近距離 其實他就用遠近來表示距離 這種的寫法不在 現在我們有很多比方說 我們一個人尊卑部分 那輕重部分 我們其實尊卑輕重 其實尊卑是指身份 輕重 輕重是指重要的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因為他只需要去處理文言字詞解釋 吳老師您同意吧 文言字詞在課堂上佔的時間很多 他剛剛講到一節課就一個段落 我天啊 我哪來那麼多時間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繼續的 當影片 如果有影片的話 那再做習題 然後就可以直接做後邊的課後題目了 我想著《桃花園記》能不能再怎麼找 我就找資料嘛 這就是我碰上學思達的時候 我碰上學思達就是這個時候 我要去找《桃花園記》的資料 我就找到這一個 然後我就開始去想 學思達在香港中文課能用不能用 我覺得能 因為他剛剛吳老師所講的 他針對很多台灣的現場 但其實他針對更多香港現場啊 學思達他要提問層次 我們不是07年到09年一直上他的課嗎 右邊的那個課不是一直在上嗎 對啊我們很熟悉這個層次 07年到09年我們 我們一直教育局一直開那個 怎麼樣去設閱讀理解的題目 不是講層次嗎 還有大家可能沒有出席的 我出席的提問 助教授把他的閱讀層次 轉化為提問的方法 他提醒我們 我們先問中間的 不懂得把它調低 懂得繼續逼他調高 哇這個不是很好用嗎 我就突然覺得這個是很能用的 不離地的 第二個我們不需要做綜合嗎 我們不需要他廣泛閱讀嗎 第三個我們不需要考說話考試的嗎 我們要考說話考試啊 還是小組討論呢 最後我們不是一直很模糊 究竟什麼要做的上品嗎 上品是什麼 我們很老是也很能馬上給一個上品的答案 集思廣益就能找出來了 所以各位老師請現在看一看這個學思答題目 仍然是2013年 我不知道是不謀而合 還是本該如是 反正就這樣就開始了 我現在的判斷是 應該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了吧 如是者 2015年到2016年我要教中四 現在現場有老師教中學五年級的嗎 我們要考課文了 要考課文了 那我就覺得課文來了 那就來吧 那所以呢我要去做的事情呢 就是左邊去做翻轉 左邊就是講詩說的文字解釋 第一句古字學者必有詩 那本來以前的人 古字學者必有詩 那這個學者就不是解 現在那些大陸的學者 文言分鐘的文字解釋 這一定有 學者就是 各位老師 各位老師 那就這樣開始咯 之前work了嘛 還是同一批學生 一三年的中二 一六一五年就是中四 是同一批 我教他們同一批 跟著他們上來 那還不敢做 一定是這樣做的 那只不過右手邊的 學師達的講義呢 學士達的講義 我用 但是我發現 因為我要處理課後的問題 其實課後的問題 本身就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選擇 不用學士達裡面的題目 我拿它的方法 我不拿它的題目 那題目哪裡來 課後的題目就一直來啊 吳老師也好 張老師也好 他們要面對的是 台灣以選擇題為主的考試情況 我們香港不是 我們香港是 常問題為主的情況 不就是他們要 他們很想去 有的一個階段嗎 拿常問題 但是我們又覺得 常問題很難去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機會 讓他們去比較 去底里去找什麼 叫做上品 甚至沒有告訴他 怎麼樣回答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學士達在香港的中文科 有他可行的地方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我要去做的事情呢 就很簡單 我所用的出版社 它有兩套的教材 有一套彩色課本 有一套黑白課本 後邊都有很多題目 我螢光部左邊是彩色課本的題目 右邊是黑白課本的題目 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出版社 課後的題目呢 都不是以閱讀分析去進去的 是課後分析的 不是沿著思路 不是 是讀完之後 他做題目 我要做的事情 簡單就是把它們 重新再排 排出一個道理來 一道問題可以應付的 怎麼樣去排 按這個原則來排 先去處理一段位單位的題目 他讀完這一段 他可以處理的 然後呢 有了整個段落之後 再做全篇 先做全篇 然後知道內容阻止之後呢 再去做做法 分析文章表達手法 因為沒有阻止 就沒有表達手法 沒有阻止 沒有表達手法 沒有文章結構 完全以這個思路來進行 結束之後 才去做最深刻的課篇 比較和文化的分析 這個我不用 不假外求 就課後的題目 我重新再排 萬一沒有 或者我需要做人生道理的 我才補充 這個是一石二鳥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進入 學思達的狀態 在題目裡邊 我讓他們去討論 白話文也能做 文言文做 白話文也能做 這是某一個中四的單元二 張曉峰的一篇散文 《從你美麗的流域》 講他在香港捐血 那我覺得出版社的題目答案 太不像樣了 出版社的答案有的時候很不像樣的 所以我就補充他們的資料 比方說什麼叫做香港是威城 不是現在啊 是1984年的時候 那還有一個就是 他裡邊提到他引用了余光中的民歌 然後呢他的參考答案 就只是他捐血的時候 流著的血流到袋子 然後想到血管和河流 然後我就翻了一下 余光中的民歌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把資料放在這裡 讓他們去分析 他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出版社的答案不能進行 不能進行 這是老師們的專業 去判斷教材的高下 然後我們要讓他們跟我們有同一個水平 我們要做的事情 給他足夠的資料 讓他們去了解 所以各位老師 我重新再解釋一下 我的課堂怎麼處理 以前我們把文言解釋都放在課堂上面 回家做很難的題目 今天如是 明天如是 我理解的翻轉 是把教案往前半天 把教案往前半天 如果我們相信曹桂論戰裡邊所講的 一鼓作氣再而摔三而接 我們應該把一鼓作氣的部分 去處理最難的部分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 我在消耗你們泛厚的精神 我這樣去處理 文言解釋 用影片去處理要 香港的中文老師很熟這個 台灣的老師希望有機會 我跟你們再聊一下 這個是怎麼回事 我把重整的題目變成欲吸吸題 不是說有題目是以段落為單位嗎 他們就簡單寫就可以了 然後高難度的就課後的難題 我上課去做 怎麼做 iPad來了 我去做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老師可能聽過 padlet 最簡單的方法 我也不用處理什麼文字 就開一個padlet 然後他們去貼 貼完之後呢 他們是亂貼 我上課做一件事情 把它從亂貼變成flow 那他們的答案就會依次出現在 我們的螢光幕上面 各位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 搜一下這個詞語 希望能夠幫到你們忙 這個PPT給了你們了 回家可以繼續的去找solution 然後呢我只需要讓同學跟我一起去看 一個答案一個答案去看 什麼上品中品下品都出來了 還可以回家繼續再跟進呢 你想打字的話找一個最好的打出來 什麼都不到沒有的話 你回家把中品的找出來 讓同學變成上品 這樣就可以了 以前做得到嗎 以前要很花功夫才能做得到 現在不用 所以我的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我的方法管用 只要讓他們去討論 難的題目討論 容易的不用了 他會覺得陳老師你幹嘛 我昨天有個同學告訴我 我昨天有個同學告訴我 陳老師我覺得你給答案我們比較好 他不是因為覺得給了個答案他們有標準 他不是他說我 quote 你給了個答案我們無後顧之憂 可以放心上課 談題目 他認為你把答案給我們 我們不用抄 花時間抄 我們沒有後顧之憂 我們可以專心去討論題目 去爭議性的題目 因為他們都要求要答案 以前的做法是我把答案放出來 讓他們去抄 那只是寫白版 寫黑版還是用powerpoint去做 我給他們了 他們有他們的 他們就放心去討論 我要討論的題目了 尤其是最難的那些 可能根本就沒有標準答案可言 標準答案給他們就給了 他們要有這個需要 當然我要教他們怎麼樣 這個答案是怎麼來的 下一個問題 哪來時間看影片 對嗎 我剛剛的那個詩說 44分鐘我們一節課 大家上課詩說可能要三節課 我讓他們回家去看 我在找不到時間的時候 這份卷子出來了 各位老師看過這份卷子了吧 DSE課文題目的sample 這一道題目 問蘇東坡他的個人情懷是什麼 答案要求到寫出他自己被點觀 頭銜至散的落魄 也就是說我們的DSE課文不能只處理文本 也要處理作家的經歷 也要處理作家的經歷 因此這些用吧 用吧 當然我建議 我跟從張老師的呼籲 你們做了你們也放上去 我也放了一份留後論 你們做了就還給他們 大家一起用 那有了就可以用了 那我就發現 那作家背景就可以學斯達了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違和感 就直接用來學斯達 那所以我的課堂是 白天作家討論 晚上看影片 看完了 看完了 作家討論完了 就可以上課了 所以我就開始編講義 編我們的講義 這個是詩說 我讓他們去討論韓非的遭遇 韓非為什麼會聊起老師來 而且還處理體解 第二題我引用了柳宗原三段 關於老師的文字 柳宗原跟韓語同年 而且我們要讀柳宗原的文章 所以他們知道了 他們學了 最後呢 我不能只照顧他們的知識 我要照顧他們的態度啊 所以呢 我給了這份報紙給他們看 我不知道大家記得不記得這條新聞 2006年的 那個時候我還在上大學 我想著怎麼會這樣 這條新聞我一直留在心中 我編詩說講義的時候 我就把它找出來 就可以說究竟老師對於學生來說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物體 剛剛老師不是在問 現今的老師是什麼角色嗎 大家剛剛想到這兩道題目嗎 這是我們DSE的Path Paper 小組討論的Path Paper 小組討論的Path Paper 你還不趁著現在拿出來討論 非得每一次要按時間才是真正的討論嗎 盧曼芳先生 他在很多場合裡都說 小組討論其中一個問題出現 是因為學生沒有討論正經問題的習慣 盧曼芳 我想我們不反對討論 討論合當簡單題目 所以我認為可以繼續做 所以我現在的定型就是這樣 課堂的數量調節就可以了 如果那篇文章很長的話 那作家就長一點吧 做做其他吧 做做綜合做做什麼對吧 我盡量不多給中文科的homework 我多給他們預習 而且他們不能不預習 我回應一下 吳老師和很多台灣老師的問題 他們很喜歡文字 用文字筆記 我認為第一 給影片和給文字沒有衝突 第二 如果大家稍微學過教育心理學的話 應該我們知道 learner有很多不同learning style的 有audio learner 有visual learner 有kinesthetic learner 我認為學生照顧到visual learner 但我是audio learner 我是聽了我才能理解 我看文字可能 尤其是我們的學生 文字敏感程度一定不及我們 所以我認為這些影片 對於學生來講 而且他們可以翻聽了 而且另外有一點 我還沒有真正找出文章來 但我相信一點 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程度 取決於他 老師的講課 學生聽得進去 聽不進去 所以我認為 要給學生聽到老師的聲音 他聽到老師的聲音 他會對老師 產生一點信任感 那三年時間就可以熬過去了 我認為只看文字 他會說陳老師 老師我都沒有機會聽你講話 你看 學生是希望聽老師講一點東西 他是希望你不要講太多 但他不希望你不講 岳陽樓記 這份是岳陽樓記的講義 各位老師不妨拿起手機來 現在掃一掃 也同時出現在剛剛的那個網站上面 我把我編過的十二位作家的學士達的講義 作者的講義 大部分都放上去了 各位老師請隨便拿 岳陽樓記 我教 我們學校呢 我應該這樣講 我自己本人已經把十二篇都教完了 我們從中三開始教 現在已經教完了 我今年教中三中五嗎 去年教中四嗎 那岳陽樓記是中三要學的吧 那我這個是給我中三看的筆記 我的范仲淹的筆記裡邊 有五道問題關於作家本人 我認為作家是讓學生感動的一個來源 如果我們連作家都不讓他感受到作家的那種悲憤的話 最起碼剛剛的題目我們就應付不了 然後呢我旁邊再寫幾個關於樓記的題目 我給了他一份材料是我們的宋皇台筆記 我們宋皇台的有一篇樓有一篇碑名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去過沒有 我去了十六年 我在宋皇台旁邊住的 我住在宋皇台對面的 宋皇台以前對面有一個招牌雷錦機 我還有錦記碰雷錦機 所以我對宋皇台很有情感的 然後呢 最後我才給他們一篇寫作背景 我的材料裡邊其中有這塊碑的全文 我讓我的學生看 中三 我讓我的中三看 他們大概能應付 不需要每一個字都會 但是我覺得這是以篇代篇的一個好過程 我們什麼時間把這些延伸閱讀給他們 隨著資料給他們 是可以去做的 然後呢 看完宋皇台之後呢 他們回家就看那個影片 我是用夏老師建議的那個Explain Everything去錄的 如果大家的平板電腦裡邊有這個Explain Everything的話 大家不妨用 我這個是我自己掛木的方法 大家講一講就習慣了 講一講就習慣了 就這樣錄啊 這條影片前後十幾分鐘 一個段落十幾分鐘 我就回家讓他們看 只有他們這樣看的話 我才覺得他們心裡有底啊 他們心裡有底 而且呢這個影片我給中三看 我也給中五看啊 那一條影片本來就是幾個級別都可以看啊 很省事啊各位老師 要學會給一點 要學會給一點點 要學會給一點點給自己 那就不用幾個班都在那裡講同一個平衡人了 OK咯 OK 有了越洋樓記 才有這些的筆記 我可以用燦爛來形容他們的筆記 我的學生有的聽普通話聽得不好 聽廣東話可能很慢 但他們回家慢慢寫 這兩個同學以前的筆記都寫得很粗糙的 沒有這個方法 我相信沒有那麼燦爛的筆記 老師你會說陳老師那是不是所有的quiz 不用啊你就收他們這個就可以了 你叫他們拍給你就可以了 不費吹灰之力吧 就舉手之勞拍給你 你舉手之勞看一看 確保他寫了就可以了 剛剛老師的勸學也是一樣啊 我沒有介紹荀子的背景 我去給他們題目 關於學習 我給了沈祖堯校長他2012年開學的那篇演講詞他們 我建議各位老師去看一看 那篇沈教授說大學學習為了什麼 那讓他們有一個心理有同感 然後呢有了這個之後呢 然後他們也是回家這樣看勸學 目直中直又以為了其極中規 那我們回到這裡有兩個故友 我不詳細播了 因為大家都應該知道大概是長成什麼樣子了 一共四十七分鐘 我講課沒有太多效率 但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如果我上課才講的話呢 大概要三節課 我沒有時間啊 我沒有時間上課講啊 你們有嗎 你們一鼓作氣的地方畫在哪裡 學生一鼓作氣的地方畫在哪裡 是嗎 那所以呢 這樣錄完之後呢 我剛剛不是說了吧 勸學我的做法 我連編我都沒有編 我就直接告訴他 我們講課的順序是什麼 他們自己拿著課本自己寫 很明顯你看到 我是沿著課本的題目去處理的 那就一十二秒 我又不用找題目 他們又處理掉題目 然後他們就把整篇勸學學了 三節 一節課講背景 一節課去解答他們對文言的問題 然後最後兩節課就講完勸學了 我不是說課堂快啊 我是說我沒有時間 我還要去處理綜合 還要處理口語 中午了 時間不多 那勸學還可以用這個來包底吧 你無論把這條題目放在一開始你的講義 還是放在講完確學之後做的題目都很合適吧 所以做一下總結 我們眼中的 在學生眼中的iPad其實有很多的用途 所以各位老師趁著還是很fancy的時候 讓他們感受到這個fancy 還有他在學習上面的好處 他才不會 我們的學生天生是不會拿iPad來學習的 要有人教他們用iPad來做學習 別把這個責任放在電腦科老師上 他只有一節課 我不是說是中文科單獨的責任 是我們每一個老師的責任 教他們寫筆記 教他們他們用什麼方法 每一科老師都其實有他的版本 你不教 其他老師又不教 受害的還不是自己 ETV 各位老師回家可以開始看了 重新再看吧 中學老師不只要看中文 中學 剛剛那個莊子是小學的 剛剛那個莊子是小學的 學士達在香港中文科特別管用 因為它符合了我們很多考試的要求 我不是說我們的考試目標不好 是我們怎麼樣把它活化 你們知道你自己是一個目的嗎 我現在把兩者結合 是課文之前學士達作者 晚上看影片 回來課文過程裡邊 做分析的題目 整理的題目 或者問他們文言文有沒有問題 然後後邊的題目 簡單的發答案 難的討論 匯報 就是學士達 我有一個中三問了我一個問題 我相信他是受過大半年的訓練 他才問的這個問題 陳樓西 陳老師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第三段《隱語飛飛》 和第四段《春河景明》 能不能倒過來 他背課的時候就問我這個問題了 因為我講過在第二段《懶悟知情得悟異乎》 下面兩段是並列的 我可能講錯了 但我就講了他並寫兩段 他問我兩段能不能倒過來 我相信我們要培養學生敢於問問題 這個學生在我課堂裡邊不是特別出色的同學 特別出色的才來的問你呢 他真的想 他以前沒有機會發現問題 他問全班答 我把這個問題扔給我中五的班 複習的時候再問 他們說哇 很明顯他們三年 他們中三不是我教的 課後問題能夠加工 台灣羨慕我們有很多文字題 我們要善用 我們羨慕他沒有選擇題 只是在學習過程 所以我的定義是進展性評估 課堂的檢查用MC 課後的部分用文字 這是一個合理的分配 我的課文教學現在是這樣處理 白話文是這樣 文言文是這樣 白話文就不用前邊的部分 直接跳到預習習題的部分 直接可以進去 這就是我在課文教學的部分 剛剛吳老師有一句我回應一下 泛文教學等於寫作 我同意 所以我現在請我的學生 讀完范仲淹的《月陽樓記》 《復活節假期》 是寫一篇重修校舍樓記 重修校舍樓記 我們學校2011年重新再建好之後 到現在沒有一篇樓記 我跟我的學生說 你寫吧 寫得美的我交給校長 無論如何讓他們先想著怎樣去寫 而且寫作本身就是 閱讀層次最高的在創作吧 那聽說讀寫一下子就結合起來了 這就是我結合平板電腦和學士達的教學實踐 謝謝 謝謝各位 很精彩的問題 是嗎 接著我們未去探查時間 我相信旁邊也有很多問題 想問一下陳昱淳老師可以多些交流 Andy可以了 老師你好 不好意思我在上面等 這樣我會看得更好 老師很欣賞你的教學 不要這麼說 各位老師前輩的抵禮 請問 因為我學校其實在中文科裡面都推廣自主學習 是 我想在你剛才那個教學的方法裡面 都很看得到自主學習的模式 但我想有一件事要問一下 因為都看到老師是入教拔稅女書院的 相信同工都明白和了解這間學校的學生是相當之有質素 我自己本身就是任教Band Q至Band 3的學生 在某程度上其實學生能力量之餘 其實那個遇習的部分其實他們是未必做到的 如果按你剛才那個教學方法來講 如果我的學生在那個遇習的情況下 譬如說他們是沒有做到又或者是做得不足 那會不會其實整個教學的實踐都已經是失敗 甚至是其實都拿不到或者看不到你剛才做到的作用 謝謝老師 老師你好 這個問題我以前是答不到的 我現在都未必有一個好的答案 所以我先這樣回應了 因為我只是教過我現在這間學校 第一 究竟學生 對不起 我想說各位老師這個答案可能未必會很圓滿 但是剛才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各位老師要不要學生遇習 這是我認為應該是每一間學校都會要問的問題 老師想請問一下你的學生 其實問一問 我不集中 各位老師學生的功課 學生的完成程度如何 學生做不做功課 如果學生本身 我這個問題是問 我們也有學生其實是不能完成遇習的 於是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現在的方式能否解決到你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即是學生不做功課 學生不做遇習 你們有沒有方法去解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認為 學生如果不遇習 他有他的原因 冷散 這是秩序紀律問題 Flipp和學師答 不是去解決學生紀律問題 是解決學生學習效能的問題 怎樣去處理他們不做遇習的方法 是等同於怎樣處理他們不交功課的問題 因為這一點在學生眼中是沒有分別的 第一 第二就是 我校長經常都 因為我們這些同學 其實應該一方面 可能有大家覺得很出色的一面 另一方面其實他們也有些 要去繼續進步的地方 就是究竟如果學生不成功 我們應該由得他不成功 還是令到他成功 究竟如果學生不能夠遇習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是否我們由得他們繼續不遇習 還是我們要幫助他們 進入正常的狀態 所以老師 其實我們正正是因為學生 要缺乏了這種應有的能力 所以我們更加應該去 令到學生有這個能力 而且 現在是否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還是上課 講書 然後有大部分學生 寫不到筆記 然後就離開了 還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反而可以彌補到現在他們不遇習的不足 起碼我這條影片給了他們 他們只要不刪除這個檔案 他們什麼時候迷逃之反 他們都可以拿回來用 而這一點也都符合各位學校 或者各位老師 學生這一下專心不到的情況 只不過專心不到有很多原因 如果是秩序問題 那就幾率問題幾率解決 但是如果學習效能的問題 我相信是我們老師的 樂於見到他們改善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否答到老師的問題 但是我們認為 正正是因為學生缺乏 所以要他們有 我明白剛才那位老師的感受 因為今年我都處理一個班 那我的方法都在這裡 我都很了解 其實這一班是全級比較弱和頑的班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睡覺問題 第二就是剛才所說的做功課問題 那現在我上次是用了學師難的分組比賽 那就解決了睡覺問題 沒有人願意睡覺 因為會虧底 會拿不到分 他一組會算 男生和女生又要鬥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40分鐘 唐上完成一個科學功課 因為他們的鬥心一延點了 就很厲害 那我用了多久的時間延點呢 我超過一個學期 我現在最近管好他的跌跟 然後再重新進行他的小組的安排 那我覺得那個效果出來了 我最開心的是他們真的上課 所以我起碼知道他們想中文國 不是遊戲國 那我都在預備著 如何監強他的分組 因為分組仍然是死亡 因為他會掉了 因為他會掉了 那個秩序的自律性 因為他的差班很低 那我要慢慢調整 由他的座位編排 我不給他搬台了 一搬台就完了 所以接下來我安排了他 就近分組 然後呢 中文國有自己的座位 因為他頒獎分的位置 一定適合我中文國分組 那現在一個都 我們最近的班員完了 那我要頒獎 最初是男生贏 最近是一批很自我 很驕傲的女生贏 那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原本不投入 他們看不起這些小組 問責任 但是現在他們覺得 挺好玩 上學 又可以表達到自己的男生 另外最重要是 給男生顏色看 所以現在男生要再努力 那些男生的記憶 功夫比較弱 女生是強的 但是分析性的男生 所以我也勉勵各位老師 是有困難的 我跟Betty說 很淒涼 那次我沒有大打擊 就看完官房之後 已經第二次官房 也是第二次失敗 那我希望第三次官房 是可以成功的 那我會再努力改善一下自己的 那個房檔設計 提問 但是小組的管理 那上次一定會成功 我想補充一句 其實剛才兩位老師 其實都是回應著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令到學生 即使學生 用不了這個模式 我不是一束而就的 我都用了一兩個月 才令他們醞釀 尤其是高中 他們很抗拒 那我所做的方法 就是令到他們欣賞 雜思廣益的好處 就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是不行的 那我的女兒 尤其是他們習慣了一枝獨獸 我跟他們說 就是單打獨鬥是不行的 你自己不會拿到最美的答案 最美的答案 永遠在你前後左右出現 由老師做起 在早期的時候收他們的功課 把好的樣本傳給全班 讓全班都知道原來 班裏面有最美的答案 然後讓他們知道 不要留到最後一刻才最美 一開始談就談得出 慢慢一步一步來 而不是 學師答不是我的目的 學師答是我的過程 而要完成這個過程 是需要一些時間去讓他們醞釀 正如欣賞的態度 溝通的合作 這是我們需要這些品質 而學師答會幫到我們這個品質 但是令到他們開始 就要老師本身要示範 所以上品的文章 印給學生 公開欣賞 讓他們知道 然後他們就會知道 上課是應該做這些事情 那他們會不會 你不能夠令全班都這樣做 你令到有心的同學 可以這樣去做 老師 師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即時評估的運用 因為我看到很多 在用iPad或者App的時候 其實很多是MC 對於中文科來說 很多是關於短答或者長答 那一類的問題 我還未很了解 如何在課堂裏面 做一個即時的評估 或者即時的回饋 這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個 老師說了要一個短 比較低層次的問題 不是一些高層次的問題 那你說比較整合的問題 就會給他們一個答案 那高層次就會回來 去討論 那我就想問一下 實際的操作上面 究竟是說 即是說 他們在家看完片 答完一些問題 比較整合一下 複屬的問題 然後你就會在課堂上 給他們一個答案 究竟怎樣去做 我還未很清楚 第三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看到師兄 你很多時候 都是 這些問題都好像自己答出來 例如宋王台的堆 或者沈祖元教授 給了一些演講師的堆 的問題去答出來 那我想問一下你 開始的時間 是不是都花了幾多的時間 在不同的課題裡面 其實我自己就教三班的中文 是三級的 跨級的 那會不會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答這些問題呢 因為出版社的問題 我們都會用的 例如你 《火線火俠》 那些調次序 其實我現在都在做 但是 就是好像 很多的 要很多的時間 才能做到 即是你現在展示出來的 那些宋王台 即是之前那些問題 答出來 那就有這些問題 還有我 即是我現在都在問的 那些同學都是很要求 標準答案 即是他們很希望你給一個答案 然後他們就去《死報》 那想問問老師 你怎麼處理這個方法 最後一個問題 對不起 第一個問題 跟著我 MC呢 書後面也有的 那MC的題目呢 要不就是 我會 怎樣去做MC 就是 譬如我教莊子消耀油的時候 我最後一篇要教他們消耀油 那消耀油就是很多MC的 我就拍了一條片 他們看完之後 抄完之後 我就請他們回來 就用書後面的MC去答問題 兩個人一組 兩個人一部iPad 去答問題 那他們答的時候 他們就要談過才答問題 然後從答案裡面就找到 其實MC我們不是沒有 只不過我們是少 而且MC我們都知道 它的本質 只能夠去查一些中階 甚至是低階的題目 那如果你真的認為MC 我們很難推出的話 你上網找回台灣那些 台灣就是充滿MC的一個世界 那你advanced search 就是search了編名之後 就加file type 母號doc 那你就只能搜尋到 Document是關於這個題目 然後再加site 母號tw 你們會只能找到 屬於裝寺的台灣的Document 那就不缺乏了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剛才說了 不是這樣派整理的答案給他們 是他們要一個人答 因為很容易去答到問題 甚至我是用 即是都是拍照 其實我很快點說 拍照 你做了那些御集題目 因為整理的題目 其實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的 他們自己會應付到 然後我上課請一個兩項 我回答第三段的段子 或者整合的題目 因為花時間應該是花 因為整合的題目 差異不會很大 而且是他們本身 有他們自己的答案 我上課就展示那個答案 展示完之後 就教他們的答案 怎樣出來 然後我就會把整個PDF 給他們 他們無後悔之憂 是因為他們不需要抄 他們看到螢光幕的 所謂標準答案 當然我都會說 這個究竟有多標準 標準答案 然後對他們自己的比對 因為一個同學讀出來 我展示出來 比較一下 然後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最好的答案 然後我下課之後 將這一組答案給他們 這樣已經可以完成到 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剛才聽忘記了 因為只不過是12篇 所以平均一個多兩個月 有一篇 應該一兩條問題 都能處理到 而且我遇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受益於 學師帶的筆記庫 然後去想的時候 都會覺得 應該香港一點 應該是本地化一點 所以就嘗試整理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在螢光幕的QR Code 我都將 本身我自己 改編了 有少許香港元素的筆記 給了各位老師 希望各位老師 大家都共享 這段時間 希望這些資源 都可以提供到 給各位老師 所以大家 因為 我相信一路永逸 我相信一路永逸 我覺得做一次 以後就可以減少很多功夫 所以我會很有動機去做 而且 當自己的情況 狀態還是比較好的時候 不如做起了 分給各位同事 也分給各位老師 也希望各位老師指教一下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的討論 暫時要先到這裡 一會兒 如果還有問題想和 陳演進老師討論的話 你可以留下來 一起和他討論 多謝你們 謝謝陳演進老師 謝謝 谢谢大家